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人看不起我 我跟他最像的一点 自己想要的东西 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肖春这个角色 他真真正正地落到了地上 他是在坚持自己的英雄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和当下的这个社会 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 仿佛大家都在改变 只有肖春生还活在 他自己内心坚持的那个东西里面 其实这个挺让人唏嘘的 只要你心中坚持就一定会好 这也是我本人坚持的一点 相信未来跟光永远在前方 有些人他是阳末 他的情感表达方式都是不外露的 我一定会最好 在我眼里肖春生可能就像太阳 他是一个极度 在面对弟弟的时候 他也承担了母亲的责任 当他 真正的好戏就是这种感动人心的东西 一箭一箭堆积起来 肖春生我让他姐送他 我们看到他们今天我们都热了银花 跟这么一台演员合作 我觉得是我作为导演的东西 而且我很开心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 真的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也年轻 我们也希望大家不止看到的是 这些年轻人身上的热血和激情 更能感受到这一代普通人 在时代浪潮中的积极向上 通发土墙的这样一种力量吧 你想想每个人那个笑脸 那是青春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青春年华 人生可不止是一片石沙海 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